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还是没成 所以拿下了这一单 你是说我那单那什么了 对 拿下来 继续保持 对了 我发了个地址给你 是我朋友开的餐厅 让我朋友帮你做点专业的高档日料庆祝一下 你朋友为我做 我特别爱吃鱿鱼 晚上的多吃点 林总都预约好了 你就直接去就行了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你 好 去吧 干吧 干吧 大家好 我是米亚 大米的米 我吃到好吃的时候 就会压压压非常开心 今天会吃到什么好吃的呢 走了 谢谢你 你 感谢观看 这个店怎么好像没有招牌呀 到底在哪呢 真难找 这是不是后门啊 好像不太对 找到了 这吊吊 看着也不像餐厅呀 像别人的家 怎么样 明天请 这么神秘呀 哇 没想到走进来还比有洞天啊 你来了 请坐 坐哪里啊 随意 随意 好 谢谢啊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 有点像穿越回八十年代银座的感觉 复古又别致 细节中处处透露着 和奥马加塞的不同 你在看墙上的画是吧 这个是小口慢慢拾的意思 哦 这个意思啊 老板您用心了 好 这个男人穿得挺精致的啊 还好我也稍稍打扮了一下 看上去像是个 挑剔讲究的人 你今天是想喝点清酒还是威士忌 威士忌 好的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 没有没有 好的 这下暴露了我的吃货属性 哇好像有点意思 让人充满期待啊 天妇罗呢 对厨师的技法要求非常高 它是用高油温所产生的蒸汽 来把食物表面蒸熟 原来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天妇罗 里面有这么多道道 感觉像是 到了专业大师的家里来吃饭 很安心 紫苏海胆天妇罗 一出锅就要马上吃哦 是 哦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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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这第一道就直接开启了味蕾冲击啊 面衣酥脆 纳酥特有的味道 和海胆的柔软绵密 入口即化 好温��mb 不过啊 抱歉 刚下飞机才敢过来 没事 她也刚到 好久不见了 这两个人认识啊 是什么关系呢 你带来的 还记得我还喝了酒 这气氛 怎么感觉有点尴尬 野生斑结虾天妇罗 野生的斑结虾 我还是第一次吃呢 这口感绝了 外面酥酥脆脆 里面仅是Q弹 这个虾肉像是会打我的牙齿 还是满口的鲜甜味 简直太棒了 吃了这个 好像让我的胃口大开了 炸春菜天妇罗 春菜是 刺嫩芽 是一种树芽 它本身微微苦 但是呢让人不讨厌的苦味 形状好美啊 裹着一层面衣也没有掩盖住春菜的形状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还真有点特别 怎么形容呢 先是让人流口水的油香 然后是淡淡的青草香气 最后才是一丢丢的苦味 居然是好吃的 是春天的气息啊 让人有种想要去嫩绿的田野间呼吸的冲动 对了老板 我在国外特别想念你做的那个 给你准备好了 他呀早就预定了这个 还有惊喜呢 你能想念我做的菜我非常开心 我记得每个客人的喜好 因为每个人对食物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总是觉得怪怪的 怎么回事啊 这是 荧光鱿鱼 这荧光鱿鱿呢生活在海沟里面 周边的环境特别暗 所以它们游来游去啊 身上带着荧光非常的漂亮 我能想象到一定很好看 这个一般都是熟客跟我订的 预约的时候确认哪间的货最好 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到的 哦 那他们预定的那我是 你也有 你最爱吃鱿鱼对吧 领导靠上我的这顿饭可真是花了心思啊 哎 不对啊 我中午才见单成功 我晚上是来庆祝的 这个要前两天预定的我岂不是 怎么会有 它前两天就定了 所以你一定会来 等等 让我细评一下 这意思是领导觉得我必然会成功 还是说就算不成功 今天也得鼓励我一下呀 啊 绕得我头都晕了 这个紫色小花好好看啊 这是紫色花 它呢 既是装饰 同时呢 也是一个香料 它对农业的技术要求很高 紫色草的花艺呢 是平凡 井紫色的花艺呢 是无望的爱 那不就是没有希望的爱吗 老板 你所有的食材都是从哪进口的啊 他们的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 这个男人喝了点酒 话变了那么多 是想在这个女生面前表现自己吧 他们在产卵之前呢 积累了大量的蛋白质 反正呢 用的是当下最合适的食材 把它呢魅力发挥到极致 懂了懂了 荧光游泳 这个白色水尖把好精致啊 鱿鱼小小的个儿还挺可爱的 就是你啦 它爆汁了 好汁 搭配上豆苗和紫苏 味道清爽又多汁 整个嘴里都是这个小鱿鱼的鲜甜味 还特别软嫩 这个谁要做 这个是海鲜塔塔 海鲜塔塔用的是金香油的古边肉 加甜虾 红毛蟹 海胆 还有鱼子酱 用蛋黄酱油调味 上面加一点紫苏花和芝麻 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 谢谢 这个颜色搭配得也太美了吧 像艺术品一样 老板请客就是有排面 这种高端料理平时很难知道的 我得好好享受一下 料理方式看起来简简单单 但味道却那么丰富 好的食材果然是不一样 好 这个是柚子饮料 谢谢 好喝 每道的分量都恰到好处 吃完一道又开始期待下一道是什么 太有诱惑力了 这是金枪鱼在哪里啊 父母吗 这个金枪鱼跟普通鱼不一样 它要保持35度的体温 它得快速的游动 还要吃很多东西 这样它进化出的腹部 才会特别的鲜明 前面粉色的是大腹 粉色加点点红色的是中腹 红色的叫天参 高级的食材果然有很多讲究在里面 食材才是美味的根本啊 今天真是见识到了 开心 给你的 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生日 对 今天还是你生日 好 谢谢 你别现在拆 你等我回去再拆 我本来还想托老板帮我给你的 谢谢 多年没见还记得生日 这两人铁定有故事 刺身拼盘 今天的刺身拼盘里有金枪鱼大腹 狮鱼 白色的是被柱 赤背 还有金木雕 这个小脖子好可爱啊 感觉就是那种充满了森林气息的微景观 哇 哇 它化了 它化了 再蘸一点酱油 好甜 嗯 好甜 啊 简直停不下来了 嗯 你小样长得可真肥美 快让姐姐吃到肚子里 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呀 嗯 要上重头戏了吗 茶药鱼寿司 谢谢 我的呢 我的呢 肯定超级新鲜的 食材的上乘只是最基本的 新鲜印记 因地制宜 贴心的装盘 精美的搭配 啊 循序渐进的上餐方式 还有老板贴心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老主顾 为什么常来的原因了 来 鱼鱼寿司 啊 一看就很新鲜 一口啊 哇 嗯 这鱼鱼怎么那么软弱啊 我要再感慨一下这个 鱼鱼真的太软弱了 而且还很有嚼劲 我没有吃过这种口感 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 我这儿还有一个 啊 不 不 不用了 我现在没那么喜欢了 嗯 气氛好像变得更微妙了 这剧情的走向 有点让人猜不透啊 唉 不管了 我吃我的 可不能辜负了美食 谢谢 刚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特意为你做的 谢谢老板 祝你生日快乐 好 谢谢 谢谢 这是今天最后一道了 草莓布丁 酸奶草莓布丁 吃四周 唉 一道道吃下来 其实已经很饱了 不过每个女生 都有另一个胃 留给甜品吧 吃完咸的 来点甜的 这滋味真是美妙啊 这里还是什么都没变 其实跟我出国前一样好吃 来 干杯 干杯 来干杯 只要你来了 这一定给你最好的感觉 我也是 这话接得好突然哪 应该是久别重逢吧 我真是一整个人嘎住啊 我就一个人埋头苦吃吧 怎么样 米娅 今天满意吗 谢谢 特别满意 也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美食之旅 印象深刻 谢谢你 好的 你满意就好 完美的一餐 那不是刚才那两个人吗 我是不是该躲一下 不行不行 我的八卦之心又熊熊燃烧起来了 我就看一下下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要请见你 我也是 我觉得 我们还有一可能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其实我今天 一开始也不知道你在的 但是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前女友吧 原来是男的想复合女的不愿意啊 刚才在餐厅是偶遇啊 难怪这么别别扭扭的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我们女生拿得起放得下 今天又是被美食治愈的一天哪 去吃饭啦 去吃饭啦 在优优独播剧场合作 吃饭 看着你 吃饭啦 一片米 吃饭啦 做冬播剧场合作